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Nikro's Criterion 到底要怎么样呢 它这边讲的就是说你的 Sampling Frequency 它至少必须是你的原本讯号最大频率的两倍 这样子的你的 Sampling Frequency 才足够高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Rectangular Sampling 我们这边有一张影像 那我白点是我所取的 Sampling 那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是比较书的那个 Sampling 那右边的话是比较细密的一个 Sampling 那相对的话 比较细的这个 Sampling的话 一些 Feature 一些细节就比较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在这边的话 Sampling之间的间隔的话 我们解析度呢就相对于取决于这个 Delta X 那Delta X 越小的话 我们取的就越细 那Delta X 越小的话 也相对的我们的 Sampling Frequency 就越高 好 所以我们这边呢 简单来看的话 如果说我们是一个 1D 的讯号 假设我的 Profile 是这样这样子 那我要代表这样一个 1D 的讯号 我要取的这个 Sampling 呢 可能是像这样子 就只有在我取到这个地方 我才能够表示出来这张图像 那它写成 数学式的话是可以写成一个 Data 函数 那 2D 的 Sampling 的话呢 其实就是把 1D 再延伸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它写成什么样子呢 就是每一个 X 呢 它减掉 J 的 Delta X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呢 是我的 Delta X 那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原本的 X 减掉 比如说 1 个 Delta X 2 个 Delta X 3 个 Delta X 只有那些点的数值 我才能够取到 那其他地方其实我都已经忽略掉了 那这个是 1D 的部分 那 2D 的话就是在 延伸另一个 Domain 而已 另一个 Dimension 好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在 Spatial Domain 所取的 Sampling 是这个样子 那它对应到的 Fourier Domain 呢 事实上其实是这样子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假设讯号呢是 Ben Limited 什么叫做 Ben Limited 就是我们的频率呢 可能有低频到高频 可是超过一定频段呢 我们就不看了 所以呢出来的部分呢 我们的频率的话 它也是当我们做复列转换的时候 它会是一个 Periodic 的一个讯号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话我们再看一下 假如说是时间来讲好了 我的横轴是时间 然后呢 其实它 Sampling 呢 就把一个连续性的函数 它只有在这些位置它才取 所以它取的是每一个 T 减掉 这个 Delta T 的这些讯号 对不对 在乘上原本的 Y S T 这个呢 是我真正取到的地方 那么我们对应到的频率是什么呢 我们把 Delta T 去导数的话 这个是不是我们取样的频率 这是我的 Sampling Frequency 那这个 Sampling Frequency 呢 对应到这个是讯号的这个频率好的 假设这个讯号它最大的频率呢 是 负 B 到 正 B 这个是它最大的频率 那我的取样 它当我们把这个 物体的这个函数呢 取复列转换的话 那它 因为它频率是有范围的嘛 它其实是相当于在频率里面 去做这个周期性的变化 因为我们一般来看的时候 我们没有画这么多 可是事实上这个虚线部分呢 它也是存在的 负列转换它是会做一个周期性的变化 那我取样的频率是不是一定要 可以包含到这样子一个范围 如果说我取样频率太低的话 比如说我取样频率只有这么小 然后我在做周期变化的话 它其实有些地方就会被跌到了 好那这个的话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事实上在做2D的sampling的话 我们把它写成数学式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把它呢 做复列转换的话 它会变成什么样 复列转换的话是 Omega呢减掉J OmegaS 然后OmegaY减掉J2的OmegaYS 那这个OmegaXX跟OmegaYS是什么呢 这个呢就是它的那个sampling frequency 那这个sampling frequency的话 它会等于你的 在空间中你的那个discretization的间隔 的导数乘上1 那因为这个Omega是angular frequency 所以我们要乘上2π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讲的这个 它最大的频率呢 假设是OmegaXma到负的OmegaMaxma 在这个范围 那我们当然希望说这个范围 是可以包含在里面 这个呢我们假设讯号呢 是一个band limit 其他在超过这个频率外的范围呢 我们是没有讯号的 好那当它做复列转换的时候 其实它的变化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在做的这个 我画的这个直线呢 是我的sampling frequency的范围 所以这个呢是我的OmegaXS 然后这个是OmegaYS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一段呢 是我们的 刚刚讲OmegaX的Maxma 对不对 它是从负的OmegaXMaxma 到正的OmegaXMaxma 那你看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差不多是两倍的OmegaXMaxma 那我们就以这个范围来讲的话 这个sampling frequency是要比这段范围来的大 它们才不会讯号才不会跌到 所以呢我的sampling frequency要大于这个的两倍 这个就是所谓的Nicris的criterion 这样的话是没有跌到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Nicris的sampling theorem 所以这个是讯号它本身的frequency的变化是这样子 然后呢我们希望的 如果说我的sampling做得非常好的话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是DeltaX 是我的sampling discretization 那它的那个sampling frequency的话 是DeltaX分之一 所以我们这边取的话 我们看哦 这里呢是我的 1除以DeltaX 那它的一半在这里 那我们是不是都可以这样包含得很好 所以这个是符合Nicris sampling frequency 它是因为DeltaX它会小于两倍的 就是你的最大频率 然后分之一 这个时候呢这样子是OK的 那如果小于的话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你的sampling frequency太小 DeltaX太小 那你就会照 DeltaX太大 然后你就会照成 这个值呢太小 那太小的话 它们其实就跌到了 所以当你在成像的时候 原本讯号它有一些高频的讯号 它们就互相污染 这个呢就叫做aliasing 这个呢就是一个不好的sampling 那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aliasing 那它就会造成说 我们高频的讯号其实是 会overlapping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高频讯号是看不清楚的 我们会希望说把这个高频讯号 被contaminate到的讯号把它滤掉 所以这时候用一个低通滤波去把高频讯号给滤掉 好这边的话就是sampling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 那所以做得刚刚好的话 因为假如说你已经知道说我的讯号呢 最高频率呢是从负u到正u 对不对 那么所以我的sampling frequency 最大的band的范围是不是2u 那我在取的delta x呢 我就取刚好delta x等于2u分子1 就可以了 那刚刚有讲到呢 教在我们影像重建 我们可以做back projection back projection是怎么样呢 事实上如果把它写成数学式的话 事实上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们量到的是g对不对 那它的detector上面的element的座标是l 那l对应到的是x块θ加ysinθ 所以呢它就会看说 是哪一个x跟y 它做座标转换之后变成l呢 它就把它反投影回去 那所以呢反投影回去的话 它事实上back projection的话 是把每个角度的反投影呢 做summation 所以它每一个呢 它就告诉它说 你所有的xcosθ跟ysinθ等于l的这些element呢 我通通填g这个数字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back projection 那它写这个样子呢 dθ它事实上就是每个角度的back projection 都做summation 那做完back projection 得到这个影像呢 叫做lemnagrant 或者是back projection summation的image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程式上面是怎么做 因为我们在电脑里面呢 都是离散化 所以呢我们会有xcosθk ysinθk 那dθ呢事实上我们没有积分就是做summation乘上deltaθk 那在这里的话我举一个manlib的例子 所以首先呢我们宣告一个空的矩阵 fb呢是我的back projection的影像 然后我给它的一个dimension是n1n2这么大 然后呢我先宣告它说 x跟y的坐标之后 我告诉它说 从负的2分之n2到2分之n2 这个是我x的范围是这样子 然后我的y的范围的话是负的2分之1的n1到正的2分之1n1减1 这个是我x跟y的范围 我先定义了好x跟y的坐标之后呢 那我就告诉它说 我back projection的范围从0度到179度 因为其实在做projection的时候 你有发现 0度跟180度 它其实是左右对称的一个影像 所以说我们只要做一半的角度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先定义出l嘛 l是xcosθ加上ysinθ 这边定义出l之后呢 那我们就告诉它说呢 你原本呢 这个是sn是我原本有定义给它的这个l跟g的 它们其实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对应关系 就是不同的sn它会对应到一个gn的关系 然后呢 它告诉它说 我现在呢 原本sn坐标是这样 然后对应到的g会是这样 这是sn 然后你今天呢 可能有一个lo是在这里 那请你直接帮我做内插 那内插之后得到值呢 就把它上在fb这个影像 那我们这样整个做一次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back projection 实际上在影像处理的时候你可以操作的部分 那其实你做完之后你会发现说 我原本的影像是很清晰的嘛 然后现在看得出来它长什么样 可是它变得比较模糊了 这张影像其实你发现呢 它跟原本影像长得不一样 所以呢 问题是处在哪里 我们就来看一下 所谓的filterback projection的theory 事实上我们刚刚在做的时候 我们是会发现呢 其实它是每个角度都对应到一个forex的slice 然后呢 它其实在低频呢 它是放大了很多 高频呢 其实是会比较稀疏 所以说其实你会给低频的讯号 比较高的waiting 高频讯号它的waiting是不够的 那因为高频讯号会跟我们的解析度 跟我们的边界有关系 所以其实你这个讯号上面在高低频呢 要做一个filtering 那我们一般在做的时候呢 可以用什么方式 一个是用解析解的方式 最常用的话像是filterback projection 那它好处呢 是你从纸笔 你就可以直接推导出解析解的公式 那它计算是非常的快 那可是它缺点是说你稍微一点noise呢 其实解析解是没有把noise的这些特性考虑进去的 那另外一种做法的话是用迭代的演算法 迭代演算法的话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用纸笔直接推导出结果的 那因为它一次一次迭代 所以它计算过程会比较缓慢 可是呢 在迭代演算法里面 它会考虑到 就是影像里面的noise一些特性 所以呢 它对于noise suppression的效果会比较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重建的这个原理 刚刚讲到呢 其实推导出来的话 最后呢 是可以看到 我们原本呢 是F of xy 然后它的forward domain是大f uv的函数 对不对 事实上我们只要把大f uv做反复力转换 就可以还原回去 那在这边的话是 xy的domain 我们写成rho 对不对 dr就写成 d rho d theta 然后在这边的话 u x加上 vy 我们做座备亚总换 是不是变成rho x' 加 y sin theta 所以我们原本的面积分是 从负穷大积到正五穷大 那做成那个procordinate之后呢 我们的积分角度就从零度积到2π 然后呢rho的话 我们就不用从负穷大积到正五穷大 因为你是只要从零积到无穷大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在这边做积分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边是不是要从零度积到2π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可以把它写成零到2π 就把上面式子照超一次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我事实上要积的是π到2π的这个角度 那π到2π的话 我就把这边θ加π 对不对 然后这边是不是θ加π θ加π 所以呢就与数学师来讲的话 它是不是一样是写成零到π 零到π 那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话是cosine跟sin的函数嘛 然后或者是full domain 它会有个特性呢 因为我们是不是 零度跟180度是互相对称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在这里的话 我原本的full domain θ加π它会事实上会等于 f的-rho在θ这个角度 所以这一项呢 我可以把它稍微的换一下 换一个写法 这边的话我事实上就可以写成f -rho对不对 然后θ 那这边的话其实就照着写 那这样写成f-rho之后呢 其实 我可以把这个式子写成 从零到正无穷大 然后零到π 那这里的话就原本的rho就写成rho的绝对值 然后d rho dθ 所以这里的话其实完全是数学式的推导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假设跟approximation 所以呢 原本的fxy的函数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很合理的从 它的full domain的函数呢 这样去得到 那我们看一下 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有xcosθ加上ysinθ 我们刚刚讲说xcosθ加ysinθ 是我们坐标转换之后的l 对不对 所以呢 事实上呢 我们这边是可以把它改写一下 它相当于是 我们做完projection之后的那一张影像 然后呢 乘上这个部分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是不是做projection之后 做1D forward transform 得到这个影像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什么 也就是说 在这里呢 我们在频率域 是不是要乘上一个filter 这个filter是rho的绝对值 那乘上这个filter之后呢 你再做一个反复列转换 对不对 你看啊 这一步跟这一步是反复列转换 那做完反复列转换之后呢 最后一步这个dθ是什么 是不是做我们的back projection的summation 所以呢 我们的影像可以看 首先第一步的话 我们先把projection做forge transform之后的影像呢 先做一个filtering 做filtering 做反复列转换 反复列转换之后 其实我就变成这张影像 它的back projection 然后再做summation 这个呢就叫做filter back projection 所以这一步呢是filter 所以这一步呢是filter 然后这一步是back projection 的summation 好所以呢 整个forge style theorem呢 可以怎么做呢 一个的话我们刚刚是不是2D的影像 对不对 然后在每个角度呢 取一张像 然后取一张像之后呢 再把每一张的1D影像 做1D的forge transform 那1Dforge transform 它对应到就是这个forge space 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整个forge space呢 都建构完全呢 其实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呢 就是你可以说 好我现在呢就去做 在forge space做内插 做内插完之后呢 我得到像这样子的forge space的隔点 然后做反复列转换 这样就可以了 那另一种做法的话是说 我们刚刚的话把这个2D影像呢 是不是做projection 每个角度做一次projection之后呢 是不是做一个forge transform 做完forge transform之后 乘上一个filter 做完filter之后呢 再做反复列转换 对不对 这个是filter之后的影像 做反复列转换是这样 然后再把它做back projection 所以各个角度做back projection 这个呢就是整个filterback projection 的一个过程 好那这个forge method的话 整个过程的话 一般来讲我们会比较 建议做filterback projection 因为呢你虽然在2D 直接做反复列转换 感觉非常的直觉 可是其实在forge等面 不是非常好做内插 那做出来的效果可能 也不是非常好 好那这个整个呢 数学式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再重复一次 每个角度做一次projection 做完projection之后 做EDF复列转换 变成把小写的G 变成大写的G 然后这个大写的G呢 在forge domain 乘上一个filter 乘完filter之后呢 我们把它做反复列转换 变成小写的这个 我应该换一个符号 比如说叫G prompt 这边是然后再把G prompt呢 在backproject回这个image domain 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后会得到的这个影像 那我们刚刚所用的呢 这个filter呢 因为它长什么样子 它是一个roll的绝对值嘛 所以我们在forge space看起来会是这样子 这个是roll对不对 然后呢 它看起来就会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它看起来是有点像这个ramp 所以它叫做rampfilter 那事实上除了rampfilter之外的话 它其实也蛮常会用 加一些window 我们刚刚做法的话 是在forge domain做嘛 那你当然也可以做composition 假如说呢 你全部都要在spatial domain做的话 这个呢是rampfilter的forge component 对不对 你把它做反复列转换 假设它函数是c 所以呢在forge space 是直接两个相乘 那在spatial domain的话 就是两个做linearconvolution 那所以这简单来说的话 你等于是projection得到的影像 跟这个filter呢 去做linearconvolution之后 再做backprojection 那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叫做convolution backprojection 不过因为convolution backprojection 在做计算的时候比较不好算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都习惯是在forge space做filtering 好 那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整个重建也是一样的 你是先做projection 然后projection跟filter 做convolution 那做完convolution 再做backprojection跟summation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 好所以呢 这个影像 其实这边是convolution 之后得到sineagram 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可以把 刚刚projection做forge transform 再乘上filter 再做反forge transform 就有点迂回 最后也是会得到这样子一个东西 然后再来做backprojection backprojection得到呢 我们如果说指假设全部有365个角度 你指summ前面60个角度 summ前面120个角度 跟summ前180个角度 我们发现呢 所以角度越多 是不是影像就越来越清晰 好这边的话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 这里的话是原本的影像 对不对 然后呢 上面的话是我做 只做backprojection 那下面是做filterbackprojection 上面的话 我是backproject四个角度 对不对 这个角度 这个线的痕迹都很清楚 对不对 然后project16个角度 这个很多线还是都存在嘛 那边是128角度 那些线就慢慢的就淡掉了 可是有点变成一个光运的形式 那我做filterbackprojection的话 这里的话还是可以看到线 对不对 那我project128角度的话 其实那个光运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就是filterbackprojection 我们可以看到的影像 那我们刚刚用的是runfilter 就是直接呢 乘上row的绝对值 那事实上在使用上的话 也是有很多window的函数 或其他filter可以使用 最常用的话是加一个window函数 那最简单的window函数是这样子 如果说你用ManLab来做的话 可能它可以让你选像是 RenLog的window 或者是ShareLogan的window 一些不同的window 你可以试试看 它会有不同的效果 那我们这边的话 希望说同学可以实际上自己操作看看 所以我把简单的ManLab的 Sample Code给大家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 在ManLab里面的话 它有简单的Image的Toolbox 那首先的话 我们常用的话 是要先建一个Phantom 我刚刚有用几个Phantom 一个是我自己画的一个SquarePhantom 那你也可以自己建不同的Phantom 最常用的是ShareLoganPhantom 如果说你用ManLab里面 内建的指令叫Phantom 然后你告诉它说 它是要用ShareLogan呢 还是ModifyShareLogan呢 它就会把这个Phantom给你 然后这边的话 你要指定说 你这个Phantom的大小是多大 所以如果说我直接写i等于 那这样的话 我就是预设说 我用它预设的ShareLoganPhantom 然后请你帮我做一个 256乘256的这个Phantom的样子 然后呢 我们再来的话 就是要做Radon Transform 做Full Projection Full Projection的话 其实你实际上 在不同的角度 你要用一些Interpellation 那如果说我们稍微看一下Full Projection会长什么样子 你就用这个指令Radon 然后你把刚刚产生的Phantom i放进去 然后告诉它说你要Project的角度 Theta是有哪些 那Theta在这边它是一个向量 所以我可能告诉它说 0度、20度、40度 告诉它不同的角度 它得到的这个R就是你Projection的这个影像 那假如说我们都做完了之后呢 我想要做一个简单的Filter Back Projection 在这里的话 这Filter跟Back Projection 它全部把它写成一个指令叫做I Radon I Radon的话就是Inverse Radon Transform 你就把刚刚Projection得到这个R呢 跟你的Projection的角度 然后再来的话你要选择你Interpellation的方式 就是你要做Nearest Neighbor的Interpellation 或者是Bilinear或者是Cupid的Interpellation 在这边选择 然后看是不是要选择Filter 然后或是Frequency要做Scaling 好这边的话基本上在Mallet的话 你只要打Help 然后跟你的指令 它就会告诉你说这个指令要怎么使用 然后最后的影像的话 你可以用Image Show啊 或是Image SC来画出来 那大家回去的话可以简单试试看 怎么样做Full Projection 跟Back Projection 然后你可以把你做出来的结果 跟I Radon做出来的结果做一下比较 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的是最简单的例子是Parallel Beam 可是事实上我所介绍的CT 基本上不是用Parallel Beam 它事实上用的是Fam Beam 或者是空Beam 对不对 那所以说如果是空Beam的话是像这个样子 那它的演算法是怎么样呢 它是用FDK演算法去做重建的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可能不会把每一个CT的演算法 都为大家一一做介绍 不过大家掌握一个原则 其实CT它是断层扫描 断层扫描就建构在线积分跟 就是线积分它其实就是做Furward Projection 然后另一个就是Back Projection 所以其实常见的这两个 element 就是Furward跟Backward Projection 那空Beam CT 或者Helical的那个CT 基本上呢它都有它的演算法 那因为其实在整个计算过程是蛮复杂的 我们不会在这堂课为大家做解说 那如果说大家对ParaBeam做了尝试之后呢 对于分辨有更进一步的兴趣的话 我建议呢大家可以上网去看这本书 这个呢是Cack and Slendy 的一本书 叫Computed Tomography 我忘记名字了 这本书的话大家可以上网去查 那它是一个线上的PDF档案 你可以免费下载 那另外的话这本书的话 是我上一堂课用的一个reference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